大家好 我是Alice 之前我在IG story拍了我做奶蓋的一些片段 接著收到超多網友inbox 問我究竟可以怎樣自己做 今次就會教大家做這個很棒的奶蓋紅茶 材料有紅茶包 今次用的紅茶包在溫沙堡旅行時買的 大家不一定要用紅茶 綠茶烏龍茶都可以 你喜歡就可以了 記得要沖久一點濃一點才夠茶味 我會一早用滾水沖定 攤冷之後放入冰箱裡 冷至少半小時 夠冷才好喝 接著有120g的淡忌廉 未用的時候也是冷著才會比較容易成功 然後有40g的cream cheese 切完之後在室溫放一會 它會比較容易攪拌 還有20g的暖奶 因為叮熱了它會蒸發走少少 我們就拿多一點也OK 之後就叮它20秒左右 暖暖的少少出煙就可以了 還有糖15g和鹽3g 不要忘記還有大量的冰 我們可以早一晚做好它 準備好材料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了 首先就要一個高生奶糊和一個刮刮 這個高生奶糊如果大家沒有的話 可以用高生杯去代替 我們先把cream cheese放進去 然後把暖奶 砂糖 還有鹽 放入一壺就可以攪拌了 在你攪拌的過程中 很有機會很多粒粒和很難攪拌 所以如果你有咖啡打奶泡器的話 會快很多 要不然就要加點耐性 要不然就要加點耐性 然後準備一個碗和篩 我們就要把它過篩 過的時候大家可以用管去輔助 這一步最好就不要跳 要不然就會有很多芝士粒 口感就會沒那麼好 如果你很難可以跳這步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就把剩下來的cream 和圓液一起混合 不想浪費的朋友可以挖進去 那為了增加我們的成功率 我們把這個帶蓋圓液 冷藏一會兒 這樣會比較容易 半個小時之後就可以打它了 我們就預備一個夠大 可以放得下整個高薪杯的碗 在杯和碗之間 我們就放很多很多冰 再加少許水就更好 令它保持冷 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因為成不成功是很取決於溫度的 接著就用電動打蛋器 今次我就只放一支就可以了 一來就直接開高速 如果夠冷 多數都會感覺到它慢慢有阻力 即是你的奶蓋變得稠了少許 停一停 看到它真的稠了少許 就快點繼續打多一會 不過如果你用高速打了一分鐘都沒有反應的話 即是你的圓液不夠冷 那就要換冰再來過了 第一次做的話 建議打一下停一下 看看它的狀態 最重要是有耐性 打到它好像咖喱的質地的時候 就要轉回低速 打多15-30秒就好了 轉一轉回低速 奶蓋也會比較細滑 差不多這樣就好收手了 因為靜置了一會之後 它又會再稠一點 有冰、有冬茶、有奶蓋 這個Homemade版的奶蓋紅茶就完成了 最後給大家幾個提示 打好的奶蓋最好馬上溶 放久了會變得稠一點 口感會沒那麼好 就算冰著也要即日用完 免得變壞 重口味的朋友 沖茶的時候可以加點糖 會更邪惡 打不到的朋友千萬不要放棄 換過冰、給多點耐性 通常都可以的 Cream的狀態是不可逆轉的 跟他不熟的朋友 記得打一下、停一下 打到過濃就會好實 或者是水游回來的 材料不算複雜 家人喝到一定會很有驚喜 你們快點試一下吧 我們下個星期五再見 拜拜 吵什麼呀? 有一下、兩下 你會特意噴嗎? 是啊 好,inação 好嗎 啊 哈哈哈